现实世界也太纷杂 不如让我们换个世界看看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搜 跟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如也天姑 今天的世界跨越天地间 战争遗留的辐射风暴吞噬大地 没人预料到逃亡会如此匆忙 所有希望都被寄托在未知星球上 如果太空也不再安全 人们只能奋力一搏 寻找梦想中的金黄麦田 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摆放着一座阿努比斯巷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死神的存在 生命 文明 星球 都要面对自己的盛衰新亡 独守气象战的奥古博士 十分明白这一点 这是2049年春季的北极 距离那场蔑视决战 已经过去三周了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博士只记得自己被紧急疏散到北极 躲避从南半球蔓延而来的辐射风暴 幸存者们集结于此 准备搭乘殖民飞船前往太空 博士虽然已经身患绝症 但看见失去孩子的母亲时 内心依旧难以平复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的直升机舱位 让给一位陌生人 而博士则是转身走往课考站 走往自己的人生终局 博士当然是有资格撤离的 因为人类在绝望时孤注一掷的星球 正是由他发现 那时的博士意气风发 是享誉世界的天文学家 他早早发现 在木星众多的卫星中 有一颗存在地热火山活动 通过恒温测量和水蒸汽评估 它是人类所知最具移民可能性的绿洲 除了不算完善的大气 绿洲星的质量与竞相速度 都令人惊喜 说来也很讽刺 直到数十年过去之后 博士的研究才派上用场 并非是由于太空探索的需要 而是因为地球陷入绝境 只剩博士所处的一方净土 绝症缠身的博士 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是病魔更加强大 还是辐射来得更快 恐怕只有死神知道 他依旧在暗时输血 服药 不知自己在这沉世间 还有什么好值得留恋 仰望星空时 他常常会想起从前 想起那个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女人 想起那个令人悔恨余生的幻影 那时的博士非常赞叹 既然会有人怀疑自己的研究 可美梦总是会惊醒 之后便只剩无尽的空虚 博士不明白 为何所有的殖民飞船都不在线 只有以太号飞船 还存在微弱信号 博士细细查看 原来以太号本是一艘科考船 它已经从绿洲启程返航 这可不是好主意 但愿信号够强时 它能提醒宇航员 但愿人类的希望 已经抵达山清水秀之所在 穿行于未来家园的岩层间 在木星的凝视下 开啃出万亩良田 可这番图景 也不过是宇航员萨利的梦境 或许是因为他担忧自己的新生命 亦或许是因为长久的航行令其压抑 漂浮于通道中的他 无比地盼望着那个虚无缥缈的终点 可楼上的驾驶员 至今未能搜寻到任何信号 飞船似乎成了太空孤岛 世界大战已经进行数年 为何突然之间 美国本土就失去了信号 谁也不敢揣测 三周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仅如此 他们联系不上本意启航的殖民飞船 船长默不作声 不敢解答妻子的疑问 博士的病情也不容乐观 他总是忘记自己吃过饭 孤独永无止境 天线是他唯一的同伴 可正当博士测算风暴路径时 却发现厨房突然失火 他大概不会健忘到忘记关火 摊坐在地板上的博士 无意间抓住了元凶 女孩的眼睛好像会说话 弥补了他从不置身的缺点 但博士并不欢迎新朋友 地球岌岌可危 他也走到生命尽头 如果没有殖民飞船返航 谁来照顾落单的女孩呢 可事实是残酷的 不是得不到任何回应 认清事实的他 渐渐明白女孩这些天躲在何处 博士多么希望 自己能让女孩免于载祸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女孩饱餐一顿 并从他笔下的冤尾花猜出 女孩的名字是爱丽丝 收获总是接二连三的 以太传来的信号 带来了一阵嘈杂 博士只希望 爱丽丝不要乱碰仪器 很可惜 他依旧无法和以太号联系 博士的人生终局里 爱丽丝是唯一的惊喜 虽然他并不希望年轻的晚辈 和自己这个病人同处一室 可一旦入夜 爱丽丝还是会自作主张 出来也奇妙 博士没有在做噩梦 他渐渐开始恢复经理 检查科考占天线 不知为何 博士就是无法和其他人联系 他坚信自己得不到回应 是因为大家已经飞远了 爱丽丝或许是想逗爷爷开心 开始邀请对方参加弯弄大战 博士也不甘示弱 拉开架时便主动出击 他已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未曾笑过 至少此时的以太号船长 实在笑不出来 他们联系不上殖民飞船 也接受不到地球回应 船长只能将一切原因 归结到飞船设备 尽管他们没有找出任何故障 还好大家做好了最坏准备 驾驶员桑切尔 只能依靠全息投影思念家人 可身为首批 调研绿洲星的飞船 他们即将带回地球的问题 要远远多于答案 绿洲可以承载生命 可以成为家园 可不知为何 那里安静的可怕 全然不是地球的样子 可此时的地球 恐怕只剩奇怪的爷孙俩了 爱丽丝在这里的生活 想必十分无聊 科考战里唯一的美好 就是头顶浩瀚的星空 博士一边凝望北极星 一边追忆往西 他还记得自己和爱人的决裂 那时的博士忙碌至极 很少过问对方 他心怀世界 却不知爱人已经怀孕 博士为生命寻找新家园 却容不下自己的小生命 博士终于有机会弥补过错了 虽然程度相当有限 根据探测银数值 和走投无路丧生北极的乌鸦来看 辐射风暴来临的速度 比他预计的更快 博士唯一能想到的避难所 就是群山之中的哈森湖客考站 那里比脚下安全 或许还能联系上仪太号 但愿爱丽丝能在那里 迎接更多的明天 收起书写仪的博士 决定带女孩踏上远征 哈森湖再远 也不会比绿洲更难到达 他为爱丽丝穿戴好设备 找来闲置已久的雪地摩托 就像冰天雪地里穿行的二人一样 以太也在努力寻找信号 如果再不交准目的地 他们就将偏离轨道 谁也不想在太空中漂流 可如今最理想的前进轨道 也要穿过陨石圈 茫茫太空 就好似无边的雪原 将生命压得喘不过气 也算俩一路驱赶野兽 一路勘察沿途的空难废墟 博士所有大战生还者 都有机会登上殖民飞船 博士望着伤者渴求的眼神 明白自己别无选择 他让好奇的爱丽丝离开机舱 女孩留守在外 只听见一声枪响 这便是漠视的残酷 不能求生 就减少痛苦 今夜无人入眠 清醒令人绝望 博士上一次消沉到这样 还是与爱人告别的时候 很遗憾 自己那时没有多说几句话 他也常常好奇 爱人是否也有话未讲 所有往事都划进无穷深空 忠诚虚无 萨利不想留下遗憾 他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大家为新生命感到高兴 却也压抑着心头的恐惧 船长和妻子都很高兴 他们将会拥有一个女孩 该取什么名字 倒成了一个难题 驰骋在暴风雪中的爷孙 没有胡思乱想的机会 爱丽丝发现了远处的房屋 或许能让二人躲避 索性这里还算安全 就在此地休整一晚吧 博士能够看出来 女孩思念自己的家人 她也有自己的遗憾 等到彻务时却追悔莫及 向来不说话的女孩听到这里 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爱丽丝主人犹如惊雷 让博士在半夜惊醒 四周的浪花表明 避难所已经遭遇冰盖融化 她连忙拉起爱丽丝 可屋外移成泽国 博士只能砸开高处的玻璃 将女孩高高抱起 送向安全地带 爱丽丝踏着碎裂冰盖 一口气跑到高处 却没能等来跟进的爷爷 被冰水浸湿的博士 险些被小屋裹进湖面 她坐上摩托艇 想要掏出四分五裂的冰面 却还是回天法术 沉入深不见底的冰湖 摩托艇和舒雪怡 与博士渐行渐远 她已经一无所有 只剩不离不弃的爱丽丝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他们找到了湖水 哈森湖客考站 已经不远了 两人跨越高山 露宿岩洞之中 随时都可能吃完 仅剩的食物 如果不是南缠的暴风雪 他们的处境 不会如此糟糕 群狼环四 西寒交迫 走投无路时 只能挖洞躲避 博士终于明白 自己是在留恋什么 才会时至今日 都要坚定求生 他在寻找一种可能性 而不是一个结果 可在暴风雪中迷失的爷孙俩 还是在狼嚎声中走散了 满脸冰霜的博士 再也寻不见爱丽丝的踪影 他就像一叶孤舟 倾倒在大海之中 直到阳光再度升起 博士才看见了希望 那当然不是远去的爱人 但也是他最害怕失去的人 爷孙俩紧紧相拥 在阳光下再次踏上征途 当他们登上山脊 目的地就在前方 光辉灿烂 充满美好 或许穿梭深空的以太号 并没有这般幸运 桑切斯不认为 飞船的方向正确 可静心仰态的萨利 已经捕捉到了模糊信号 博士很高兴 他终于和以太取得联系 可信号太过微弱 无法形成完整沟通 萨利并不知道 博士在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忏悔 他无法保证 绿洲星是否能繁衍生命 还没等船长等到关键信息 飞船便请报大作 大家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飞船驶入了流行雨轨道 以太号成了小行星的火把子 不断有渔气设备损坏 萨利也无法与博士保持联系 当飞船驶出流行雨时 天线已经受损 不将其修复的话 飞船就像太空里的盲人 机器人只能简单修复 出舱行动无可避免 萨利和同事玛雅自告奋勇 决定参与舱外维修任务 船长明白自己无法阻拦 毕竟连连呕吐的玛雅 才是大家如今最担心的人 虽然插取不断 但三人还是顺利出舱 以太号说是飞船 却更像一个多功能空间站 迎合璀璨迷人 宇航员在忙碌中 找到了些许远行的意义 飞船表面并无大碍 三人逐渐靠近天线位置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就像钩索总能找到栏杆 三人迅速就位 为天线更换零件 所幸天线怂毁并不严重 大家的眉头逐渐舒展 忍不住哼起了歌 雷达和通讯信号逐渐恢复正常 可宇航员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云试雨再度袭来 最外围的玛雅首当其冲 可她却解不开自己的钩索 小行星和飞船碎片相互碰撞 仿佛下起了一场大雨 当这一轮冲击结束后 飞船能源系统遭遇严重损伤 所幸雷达和天线依旧正常 宇航员的努力没有白费 至少险些丧命的玛雅 正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但就在她逐渐冷静的时候 面罩里却出现了两滴雪珠 玛雅顿觉大事不妙 船长连忙赶来查看 原来同事已被碎片击伤 桑谢斯连忙去寻找医疗包 坚硬回舱同伴 玛雅的伤势太重 来不及去医务室 加押舱开启内侧门需要时间 可玛雅眼下最缺的就是时间 桑谢斯已用最快速度取得医疗包 可舱门开启尚有30秒 玛雅的失血却越来越严重 太空服氧气已经不足 只能摘下面罩 失去束缚的血珠 也如同流星雨般散步开来 玛雅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渐渐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尽管大家都没有放弃 可伤口就是无法止血 结局似乎已经注定 大家在医务室 同玛雅的遗体告别 但愿她的牺牲没有白费 萨利再次坐进了通讯室 寻找哈森湖课考站信号 失去输血鱼的博士状况糟糕 爱丽丝也不敢问爷爷发生了什么 或许她的身体 就像历经劫难的飞船一般残破 宇航员们只希望 全息投影里的欢声笑语 还能在地球上找到 因为大家真的创造了奇迹 桑切斯发现了地球 可直到大家来到驾驶室时 才发现那个熟悉的地球 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风暴肆虐大地 家园已经消失 连地球上的爱丽丝也发现 辐射风暴已经逼近山谷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天地间的联系再次接通 这一次的通信很清晰 大家也了解了彼此情况 可遗憾 博士无法为飞船寻找着陆点 仅存的地下避难所 也不过是在等待命运的收尾 博士唯一能给出的目的地建议 竟然还是绿洲星 船长和萨利都确定 绿洲星是眼下唯一的希望 可两名驾驶员不愿相信 地球真的无法立足 哈森湖不是还在说话吗 战争时总有应急手段吧 桑切斯尊重船长的决定 但他只想回家 博士直到深夜 还在等待远方的信号 无限电再度想起 这次说话的是船长 他十分好奇 哈森湖为何能计算出 前往绿洲的正确轨道 信号另一端的陌生人 又为何如此了解以太号 博士倒也无心隐瞒身份 他便是发现绿洲的傲骨 如果不是战争和事故 宇航员们本可以见见自己的偶像 船长和萨利终于确定 他们只能前往绿洲 可信有不甘的桑切斯 依旧在等待家人的信号 最近的一条消息 发送于十天之前 镜头前的妻子十分绝望 他和两个孩子都被紧急疏散 不知该去向何处 但愿桑切斯能知道安全地带在哪 平民已经无法发送私人信息 这就是最后一次联系了 房门外的宇航员们 默默听完了一切 桑切斯最后还是找到了船长 他其实也明白 御洲是人类最后的机会 可自己和亲人有过约定 一定要回家 人民飞船杳无音讯 桑切斯对其不抱希望 他坚信一家人还在某处等他 船长尊重同伴的决定 他们都有各自的使命 不过收拾行囊的桑切斯并未想到 自己其实还有同伴 原来老搭档很早便失去了女儿 如果孩子没有过世 应该也与玛雅一半大了 现实总是很残酷 他只希望能让玛雅落叶归根 穿戴好宇航服的两人 与留守以太号的夫妻告别 他们即将登上货运船 与母船永远分离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 那颗不在蔚蓝 却又无法割舍的金球 以太号也将节省动力 前往绿洲 这是他们和博士的最后一次通话 萨利代表人类 向博士的贡献做出感谢 博士并不惊讶 还有两名宇航员坚持返航 他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因为自己不过是个引路人 但在萨利看来 发现绿洲已经是足够伟大的成就 萨利自小以奥古博士为偶像 他的母亲曾和博士一起工作 母亲还从同事那儿 得到了一块月言 母亲一生都珍藏着他 谢谢你 奥古斯丁博士 我叫萨利 爱丽丝萨利 听到这里的博士恍然大悟 多年前那个分离的下午 那辆爱人开走的汽车上 的确坐着一个小女孩吧 他真想听爱丽丝说说 绿洲是个怎样的地方 爱丽丝也未做犹豫 那颗星球就像克罗拉多 有岩石 群山 空气清新 有一股松树的味道 博士一边聆听着叙说 一边走向屋外 绿洲的午夜 应当也有渐变的天空 也有一个爱丽丝 博士缓士缓缓向前 女孩也牵起傲骨的手 未来究竟会如何呢 谁也不知道 博士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无法得知人类后续的故事 午夜天空是他眼中最后的风景 萨利失去了最后的地球信号 他与丈夫相视一眼 与地球做了短暂的告别 随后便将注意力放回屏幕 设定前往绿洲的轨道 全篇完 午夜天空的故事仍在继续 跟阿宋一起换到其中的世界看看吧 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看完影片后久久不能平静 故事里并没有过多表现灾难 地球仿佛只剩北极 可家园的消失和希望的渺茫 却刻画得如此深刻 令人深思 绿洲真的能承载人类的希望吗 博士无法确定 以太号也很犹豫 那里数值正常 一切良好 可不知为何 却安静的可怕 我们无从得知 博士究竟在担心什么 但在阿宋看来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绿洲 如果你想要探讨远方 最先关注的 就应该是路上 我们无法确定 以太号上是否存有基因库 人类此时的繁衍技术 又进展到了哪一步 但可以确定的是 此时的人类 要去绿洲并不容易 飞船已经在流行雨中受损 能源系统出了大问题 以现有动力水平 要多久才能接近目的地呢 杳无音讯的殖民飞船 是飞向远方 还是半路夭折 欢迎在评论区 说说你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宋要去为大家 开发新航线啦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准备